我们来看这个 先业演绎啊 纯粹之性概念啊 就是范畴 范畴是先业演绎的第二节 论经验发生的可能性的先天的一个基础 经验是它会发生嘛 会让你就会有经验 会出现经验 会你能有经验体验 然后它的先天的基础是什么 就论它的先天基础 在第一版里面 这一节后面跟着的是那个 What follows is 跟着的是那个 鲜艳演绎 as it appeared the version of 说法是 鲜艳演绎 as it appeared 它在第一版里面 where it is divided into 它是分成 变成第二和第三节的 当前这个章节被分成了两节 在第二版里面 这一节就变成了一节 而在第二版里面 这两个这被就变成了 就只有第二节了 在第一版里面是有两节的 然后这个在第二版里面 这个两节变成了第一节变成了第二节变成了第二节变成了这个一节 它就被分成了15到1727段的一些小节 这是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而且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一个概念 既然可能先天的 被完整的被生成出来 被产生出来 并且是和一个对象 给它关联起来 然后尽管它 同时呢 它既不属于它自己 within the concepts of possible experience 既不属于这个 可能的经验的概念 它自己并不属于可能的经验的概念 这个范围 它也不是由一个可能的经验构成 它自己既不是概念 也就是说 康德就告诉你 哎呀 我他妈服了 就是如果一个概念 它既不是可能的经验的概念 又不是一个可能的经验的要素 所构成的 可能的经验 就是会发生的经验 就是经验 好了 就是会 这种词都是可以不需要的 这是possible 就是他妈的废话 这种词 可能发生的 你把说一个experience 他妈的 他不就是你说 你把它写出来 不是表明它是可能发生的吗 就康德在这里 妈的废话 凑稿 凑稿费 就如果一个概念 它既不是 它自己既不是属于 这个可能 使经验得以可能的那些概念 concept of possible experience 它不属于对 关于可能的经验 或者 就是 就是 就是可能的经验的形式 那些东西 它自己如果不是这些形式 或者它不是可能的经验的这个材料 组成部分 它既不是可能的经验的形式 又不是可能经验的组成部分的话 那么这才是完全 是自相矛盾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完全不自相矛盾 就是它不是形式 不是经验的形式 又不是经验的内容 它竟然能够先天的产生出来 并且和对象连接起来 那它 就是它不是形式 也不是内容 不是形式 也不是内容的情况之下 It is entirely contradictory and impossible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很恶心的 这个很恶心的 就是康德他妈的 他 我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 还是什么 他就是 It is entirely contradictory and impossible 然后说 如果你就读到这边 不读 Also后面的 你读到这边你就说 一个概念竟然可以先天的产生 并且和这个对象连接起来 这是完全自相矛盾和不可能的 你读到这边 你觉得康德是不是疯了 他妈的 那他这整本书在写什么 然后他后面跟着一个 如果他妈的 Also it neither belongs for it would then have no content 结果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就是没有内容的 就没有直观性的内容 可以和它对应了 因为它既不是这个经验的形式 不是先天的直观形式 它也不是经验的组成部分材料 所以它就没有内容了 经验形式本身可以当成 那个概念的内容 了解吗 经验形式就是直观形式 本身可以当成一个 那个空间时间性的 那个直观性的形式 就是纯直观 如果它都不是的话 两不沾的话 那它就没有内容了 尽管一般的直观通过这种直观呢 对象可以被给予给我们 可以建构起这整个可能的经验的对象 然后大家说了 一个先天的概念 如果一个先天的概念呢 它不和这个发生关系 就是不和后者 也就是不和那个直观 不和直观发生关系的话 那它就是完全就是逻辑形式了 它就是一个概念的逻辑形式 就有先天概念 它就概念的逻辑形式 就是同一律啊 什么等于啊 这种东西 它不和直观发生关系 but not the concept itself through which something would be thought 它自己就不是一种概念 通过这一概念 它可以去思考某个东西 它就是只是一个框框 只是一个纯的一个工具性的 它它本身并不能够 你去思考它的时候 也能思考 但是它是空的没东西 which something啊 through which not the concept itself through which something could be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被思考 它否定词放前面很烦 if there are pure apple 如果存在先天的纯粹概念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说 它们可以很明确的 它们肯定是能够包含 不包含经验性内容的 它肯定不包含经验性内容 因为先天概念嘛 它们必须是严格的先天的条件 对于一种可能经验的严格的条件 但是呢 它们还 就是说 先天概念 虽然它不包含经验性的内容 但是它必须得是经验可能的条件 as that alone on which is objective 就是 那么就使得经验的客观 的现实性 就可以依附于这些 纯粹先天的概念了 因此呢 如果一个人想要去知道 知性的纯粹概念 它是如何可能的 如何可能发生的 就possible 如何可能变得现实的 变得存在的 变得是的 变得对的 就possible 那么一个人必须 去研究 就是说 经验发生的可能性 它所依赖的 那个先天的条件是啥 然后 是什么东西 惦记了它 即便 我们把表象当中 所有的经验性的内容 都给抽掉的话 都抽离掉的话 什么东西 使得 经验变得可能 即便我们把 先天条件是什么 我们把经验里面 啥东西 经验性的东西都抽掉 那么还剩下来的 这个经验 还得有的 那个东西是啥 那么一个概念 它表达了 一个概念 它如果表达了 这种形式的 和客观的经验的条件 经验发生的 形式和客观的条件 前提 一个经验要出现 要被你体验到 它必须有一个概念 来提供 来表现出来 提供它的形式 和客观的一个前提 然后 它 表达出这种 形式客观前提的方式 是普遍的表达出 并且充分的表达出 那么这种概念 就被叫做一个 知性的纯粹概念 普遍的概念 就是啥经验都得有 普遍的 总是得有的 就是先天的 就是就相当于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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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插U盘 都得 那个驱动程序 都得跑 你电脑插U盘 都得从这个资源管理器 里面给它打开 那资源管理器 就可以看成 这个先天 先天概念 没办法呢 你闹不过这个玩意的 了解吧 啥病毒跑过来 这360都弹窗 那么那360可惜在 就是Windows Defender 它都会冒出来 然后充分的 只要 只要有这个概念 它就足够让 那个经验显现出来的 那这些 这些概念性 这些概念 就叫做 纯粹的 就是你的软件 就是你的那个 操作系统的软件 而且是操作系统驱动级的软件 就是你要体验外部东西 就一定得有这个东西 驱动级的 它是接口性的 一旦我们具有了 拥有了知性的纯粹概念 我们就可以想出一些对象 它们可能是不可能的 就是不会发生的 不会现实存在的一些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幻想出来 或者说这些东西 可能它自己是可能存在 但是它并不能够 在经验当中被体验 比如说上帝 它自己确实是 必然存在 在对抗的来说 但是我没办法 在经验当中 cannot be given 或者物质体 物质体它自己 确实是可能存在 但是我没办法体验它 因为在 和它们的概念的连接当中 i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oncept something may be omitted that yet necessarily belongs to the condition of possible experience 有某种东西 可能不会被省略掉 就是说 如果它和概念 和它们的概念连接起来的话 某些东西就会 就会丢失了 但是这个东西呢 它是必然的是属于 一种概念的 可能发生的 一个经验的 一个条件的 比如说 灵魂这个概念 比如说灵魂这个概念 spirit concept of spirit spirit就可以看成是 就是这个主体 物质体的主体 作为物质体的主体 作为物质体的意识 就是意识的 它那个背后的 那个本体性的 那个载体 就是 你懂了 your spirit 原文应该是geist 或者是 知性的存在概念 否则 否则 可能知性的存在概念 就将会被 extended further than experience can graph 就会被拓展到 那个 或者就是知性的存在概念 可以被拓展到 就是经验所不能把握的 比如说上帝这个概念 它和概念连接起来的时候 某个东西必须 就有可能是被删掉了 如果我们用概念去把握它的 它就被删掉了 但是它确实是 必要的是 从属于这种经验 可能的一个条件的 in connection of their concepts something may be omitted that it is necessarily belong to the condition of a possible experience 就某个东西就被忽视了 就被删掉了 就被省略了 就被忘掉了 这个东西被删掉的这个东西 它对于你产生经验 是非常重要的 necessary belong to the condition of a possible experience 它要成为一种可能 被体验的一种经验的话 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必然是属于 是必然的属于 经验所可能发生的那个条件的 经验发生的前提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会被删掉 就会被删掉 当这个东西和这个概念连接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被删掉 就比如说灵魂这个概念 古体是没有办法 或者本质之关看到自己的灵魂的 看不到人吧 但是呢 对于所有先天的认识呢 即便出于这个武断的和荒谬的 即便是啊 就是对于所有的先天认识的 就是不依赖于经验的那些认识的要素 它里面的组成部分 它里面的组成部分 即便是那些专断的武断的 甚至荒谬的一些幻想的组成部分 里面的那些素材啊 里面的一些要素 就不能够事实上被从经验当中获得 can not be borrowed from experience for then they will not be 否则他们就不是先天认识的 所以你先天的幻想 一些幻想里面你幻想的东西 不能是被经验可以被获取的 but it must always contain the pure 它必须包含 但是呢 它必须总是包含 这个一个可能的经验 或者关于这个可能经验对象的 它的那个先天条件 它总要包含这些先天条件 要符合这些条件 否则的话 not only would nothing at all be solved 否则的话我们通过这个概念 我们根本不能够去思考到任何东西 不仅我们不能思考到任何东西 我们同样就是说 without data they would not even be 它甚至在思想中都不会 根本都不会升起来 因为它没有材料 没有素材 你不能从那个对象当中 借素材 不能从经验当中借素材 经验性对象里面借素材 因为它是先天的被认识东西 那么现在这些概念 它包含一些先天的 先天的包含着 在每个体验当中 每个经验当中 都包含着一种纯粹的思考 the pure thinking 纯粹的思考思维活动 我们会发现在范畴当中 we find in the categories and it is already a sufficient deduction of them and justification of their objective validity if we can prove that by means of them alone an object can be sorted 就是说怎么证明这些 这些范畴 这些概念 它具有客观有效性 就是说怎么来给它加以一个充分的 一个充分的鲜艳演义 就是把它就是有它的合法性 它是合法的 lawful的 它是客观有效的 它是justification 得到验证的 只要我们能够证明 只要通过通过这些东西 只有通过这些概念 一个对象才能够被思考 我们证明这一点 就表明它就是 它就是不可或缺的 以及充分的那个什么 范畴的对不对 纯粹概念 就是就是我们的软件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基本软件 操作系统要读取文件 或者要生成文件 要打开文件 就是要把事物对象化 要把对象经验建构起来 那这些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我只要证明它是不可或缺的就行了 对不对 by means of them alone 只有依靠它们 或者说只要依靠它们 alone 就单单依靠它们 就可以去思考一个对象了 只要证明这一点就行了 but since in such a source there is more at work than the single faculty of thinking 但是因为所有的思想当中 你不仅仅是这个思维工官能 思维的这种能力在起作用 还有其他的能力对不对 还有其他好多能力 就是说并不仅仅是 这个单独的这个思维的能力 也就是说知性能力在起作用 也就是说这个知性本身 它作为一种认识观能 它是和对象连接起来的 它也需要一种elucidation 也需要一种缠明 缠明对于这种关系的一种缠明 就是把它显现出来 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需要去说清楚 知性和对象相联系起来的那种关系的可能性 要把它说清楚为什么会有 这种可能性里面包含了啥 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 我们必须首先评价 不是评价这些经验性的 而是评价一些 来自于主体性的来源的一些 鲜艳的一些建构 这些鲜艳的建构 就是你现在你他妈的 你这个论物管理器是 怎么和你那个U盘连接起来 先别管 你先试试看 你能不能打开你自己内存 你先试试看 能不能打开你自己 对不对 先搞一些鲜艳结构 或者你搞个 搞个就新建文件夹式 你先别跟我搞说 打开U盘 是你是必须的 你这个论物管理器是必 你这个这个资源管理器是必须的 或者你哪些算法指令是必须的 你先试一试 不打开不打开U盘 不要打开硬盘 你试试看打开一个在你自己内存里面 你先编一个 先编一个 一个拟制的临时的一个文件夹 临时文件夹 你看你能不能把它打开 不是里面装满了QQ糖和这个 和这个 曾志棒的临时文件夹 是临时的 临时 英语这么说 不再会说了 忘掉了 脑袋空白了 记不起来 然后我们 然后 它在构成了这个经验可能性的一个先天的基础 我先不要讲 所以说康德这里操作就完全就是说空对空操作了 他不看具体的对象 或者说他认为没有必要去依赖于一个 这个意志性他者来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驱动啊 或者说这个电脑啊 他自己有电宫电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操作啊 他都是内源性的 就是思想这个知性的官能 他自己在那边搞的 他自己在铺设整个这个框架的 不是意志性他者驱动的 所以我们可以撇开意志性他者 先去想这种啊 来自于主体的来源的 就纯有主体性的那些官能 或者那些结构那些原理 那些内在的那些概念 先天概念 还要是怎么鲜艳构建的 就是鲜艳构建一个框架 像模拟器一样啊 我自己他妈的先下必须空对空模拟一个看看 有没有像那个当年在学校里面学C语言 或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VB的时候 就是老师跟你说 你妈的你先弄几个假按钮 或者弄几个假的文件夹打开来看看 就是虽然他没有什么素材啊 根本没素材 不跟那些素材发生关系 但是你你为了表明啊 这这节功能是必须要有的 那你先先自己先下边边下高高 自己就在你们老师说 你就假设有一个什么 有个什么自己先设个目录文件夹 设个什么什么 这都是空的 空的这是鲜艳建构 鲜艳建构 它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来源 那么康德说 如果每一个单独的一个表征 都是完全是和其他的表征 都是完全不相干的 Foreign的 就正如 As it were 就仿佛它就是孤立的 并且是和其他东西相分离的 那么 那就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东西 像像认识这种东西会产生 因为这种表征都是裂开来的 碎的 每一帧PPT 你知道吗 这动画便是个PPT 因为认识它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相互比较的 相互对比的 一些连接起来的一些表征 如果因此呢 我就会把一个梗概 也要不 I spread a synopsis to sense 我把 我把这个梗概 就是认识当中的一个框架 一个大的大概 框架一个梗概 一个 比较 它应该不是框架的意思 这个 这个玩意就是 Synopsis 它后面就说 因为它包含了 直观中包含了一个多重性 包含了一个多重性 不能叫杂多 这里的Synopsis 你就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 Synopsis 摘要 好吧 就是摘要 如果因此 就是康德他妈的是这样的 他把 我们体验到的东西的 比较挫的 摘要性的东西 比较 就是里面信息量 就是那种 它只是一个杂多 Manifold 但是它里面没有 没有真正意义上信息的 信息 那些关联 那些意义 是靠知性 把它连接起来的 所以你光是有这个感觉 它赋予感觉 就归因于 也就是说 它把一个 这个直观的 它的Synopsis 你看到的东西 就是大致 这边是黑的 那边是红的 这边是怎么样 这边是怎么样 这种东西叫做Synopsis 康德 直接把一个Synopsis 提出来 他也不告诉我们 什么叫Synopsis 因为已经没了呀 他前面讨论 鲜艳感性论 到现在 他就已经不讨论了 这个Synopsis 其实是个 很有问题的 一个概念 我不知道德文原文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 康德的德文里面 肯定也就是一两个词 就把这个事给遮掩过去 他不是说 感官就是提供这个 梗盖的 你妈的梗盖 是个什么吊东西 他后来就说 因为他包含了 在直观中包含了一个 manifold 包含了一个多重体 就是各种类别 就是康德在这边 实际上是把感官的分类学 让白嫖的 视觉是视觉 听觉是听觉 由这些不同的感官的 这个分类学 构成一个manifold 构成一个多重体 多重体 这些多重体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sense来说 对于这个感官来说 他可能 他可能啊 他可能 先人感性论嘛 他可能只有 时空性的一个整理 所以这个整理 是比较粗浅的整理 所以在这个上 他用synopsis这里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这些就是含糊不清的 因为sense本身 不能够被看成是一种鲜艳观能 sense is not 但是他妈在前面说了 他前面有个transidental sense 他说了 他前面说了有transidental sense 我觉得transidental sense 这个就是康德哲学里面的 神经病的一个玩意 脑子有问题 他就觉得我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些什么 空间性的直观 两个东西并列在一块 或者时间性直观 相继升起 这些东西就要散死了 我操 我的妈 服了 这是感官了 感官 就算有内视觉 内听觉 但不可能光看个虚影吧 不可能光看个synopsis这个蛇皮掉东西吧 它是也有细节 但细节很混乱 它不可能是纯的 我就说 就这里就是怎么像傻逼一样 你ascribe to it 你ascribe在这边 我就觉得你是个傻逼的 因为你后面这根本不构成一个 在直观中拥有一个多重性 那你就把它叫synopsis吗 我觉得就是有问题 然后他说后来就是 总会有一个综合是和它对应的 这种综合就是靠那个现象力 imagination和它对应的 但是这里就又有个问题了 按imagination和transcendental intuition之间的关系又是啥 空间时间性的直观和你的imagination 你要获得空间性的时间性的直观 特别你要获得共识性 你要获得相邻关系相邻性 这已经是有连接的 这里面已经是有现象力在起作用了 而你的现象力 就可以和现象感性分开了 你把神经muk 它这里指的synopsis 应该指的不仅仅是 就是纯粹形状上 纯粹时序上的一种把握 而是说它把不同的属性 就是这个manifold manifold就是多重信息 颜色信息 听觉信息 它把这个多重信息给它synopsis 给它综合到一块去了 连接起来了 就通过想象力 但是这样做还没有 就使得这个画面同时变成一个画面了嘛 变成一个image 但是这样做 它还是没有获得unity 因为我们要把握哪些东西 可以滑了一块是一个东西 哪一段滑了一块是另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还要靠概念来 但是我要说的是 你他妈那个b这样搞的话 你的现象力 到底是个什么屌东西啊 他就以为就是我们可以脱离 康德这里脑子有问题的地方 就意味着 比如说我看见一个什么 比如说达克林卵膏 我看到它的时空框架 这个时空框架 好像不借助颜色的啊 好像他妈的这个时空框架不借助光影 就白嫖一个时空框架一样的 你了解吗 你了解吗 他就是神经病你知道吗 在这里他就是语言不详的 语言不详的 令人深厌的 令人深厌的 令人觉得怪怪的 他不像黑格尔 黑格尔一开始就说了 感情确定性里面没有边界 只有两极化 只有一个极化 主体化和一个克里化 只有这两极 然后主体是常在的 他时间性上只有一个持存性 其他什么都没有 了解吗 那么康德这个结构像傻逼一样的 因为这个结构完全都是 已经是第三个阶段 就是康德自己所说的第三个阶段 已经是概念性的 统统都是概念性的 这根本没有什么什么的 什么自动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你看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最前面就会说了 在这个时候感性确定性里面 根本没有发生什么 什么一个范畴表啊 或者一个什么一个载体和不同属性 之间的一个连接 这种东西根本是很后面才会发生的 光是感性确定性 它是极贫乏的 就是个thisness 那康德妈的八字的真实 所以他就把一个梗概啊 就是一个就是前面比较粗浅的一个连接 归于感官 synopsis 因为在这个直观当中 它是包含了一个menifold menifold被看成是一个粗浅的连接 然后又包含了一个synthesis 就是稍微高级点的连接 和它对应 and the receptivity can make combination possible only if combined with spontaneity 那你的感受性呢 可以获得这个认识 就是当且仅当是和这个spontaneity 和这个同时性 啊 不对 自发性吧 spons和自发性啊 结合到一块 如果这里不是spontaneity 而是同时性的话 simultaneity 我觉得康德还是有得救的 他妈的这里搞个自发性 我觉得他已经没得救了 感受性必须和自发性结合到一块 也就是必须和这个s啊 就是说你的知性观能你的感觉啊 你的这个感性观能你的感觉必须 你要获得认识 必须同时和自发性啊 结合到一起 也就是说他必须叫做要synthesis 就是如果就是说一开始的那个综合过程啊 先验先验先验综合过程 左边是感觉的这个synopsis 大大咧咧的把这种大致把这种拼到一块去 一个梗概兮兮的 然后右边是一个你的想象力啊 但已经算是某种spontaneity了 已经是算某种spontaneity 我觉得康德只要他的体系搞出三分法 他就会分中间那一刀他就切不干净 因为他的这个体系那个一开始三分法 所建立的那个二分法本身就有问题 他这中间那个三分那个中间那个 比如说先验想象力这个东西 他就是兜底的P用没有 他的二分法就有问题 他把分成这个sensibility and 这个和这个 cognition 分分 understanding 分成这个感性和知性 这个二分法本身就是那妈拉几二分法 他中间有大量的不一致性 那怎么办中间再搞个imagination you understand 你了解吗 这个就是前辩论法的一种思维 或者他的那个 这种二元对立的认识论 他就是 他妈的他就 哎不说了我怎么守不了了 他这个脑子里面就跟小朋友大积木一样呢 this is now the ground of a free 那么就会有一种三重综合 which is necessarily found in all cognition 就在所有的认识里面都会有一个三重综合 第一个就是一个统诀 啊我说错了 那个不是不是执行者 就统诀啊 第一个就是统诀啊 对于表征的一个统诀 as modification of the modern intuition 就是相当于这个 心灵在直观当中进行的那些修正 第二个就是reproduction of them in imagination 就是说在这个 在想象力当中把它们再生产出来 把它们再现出来 and of their recognition in the concept 以及说在概念里面 把他们再次再次的认识 再次认识recognition 或者是承认啊 就是再认识啊 把他们识别出来 再认识出来 now this direct us towards three subjective sources of cognition 这影响我们就是说 这是认识的三个来源 which make possible eve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rough the latter all experiences as empirical product of understanding 这三个来源使得 啊这个知性 make possible 使得知性变的可能 并且通过这个后者 所有的这个经验 作为一个经验性的 并且或者 并且他们使得知性变的可能 然后通过知性啊 所有的经验 作为一个经验性的产物 知性的经验性的产物 它也变得可能了 而就有三个过程啊 都有三重过程啊 apprehension 捅绝 把这些表征捅到一块去 捅射到一起 然后啊 它是一个在直观当中的 心灵的一个修正 modification 心灵的一个限制 一个修正啊 一个限制 然后是这个 可以翻译成理解力啊 理解力 领悟 理解 然后是一个这个reproduction啊 一个就是在 想象力大中把他们再现啊 reproduction 把他们再组装出来 再呈现出来 再组装出来 再生产出来 然后最后是在概念中 把他们那个再认识 再认识啊 就是recognition 把他们识别出来 识别出来 就三个阶段 三个环节啊 apprehend 然后我们 反正我们后面要 就要讲这个三个环节 是什么三个环节啊 我们继续看吧 继续看吧 然后它 先有个导论性的一个提醒啊 一个预备性的提醒啊 他就说你们先要看下面 这三个环节之前 我现在提醒你啊 提醒你要注意哪些点啊 就是说啊 对于这个范畴的这个鲜艳演绎呢 它是和很 它是和很多困难相连结在一块的 然后 and 并且它就使得一些啊 就是说 然后 这种鲜艳演绎对于范畴的鲜艳演绎 纯粹概念的鲜艳演绎 就是你的那些要 就是你的电脑的驱动啊 就是 就是要 你的电脑要 要把东西显现出来 把它装配出来 必须要有的那些 范畴 讲来讲去你知道啥是范畴了吧 对不对 就是说 我脑子里面有一堆文件 我操作器面 系统里面有一堆文件 有一堆文件 有一堆文件 一堆文件里面有一些是驱动 或者有一些是那个系统文件 它是整个系统跑必备的 或者整个整个电脑的读取 还有生成图像 生成文件 必备的 那我怎么办呢 我怎么来看它是不是必备的 我操开删 就是你到那个C盘 C盘 系统盘 然后到那个什么 开始删啊 删 到那个Windows这个文件夹里面 就开始删了嘛 Windows这个文件夹里面 有一部分就可以算成是这个 范畴 鲜艳范畴 我操 那你开始删呀 这边删 删掉 我操开能不能跑 能跑再删 能不能跑 再删 我操不能跑了 那它就是鲜艳范畴 就这么个技术含量 屌一丝都没有这东西 那个时代的人 妈的没玩过电脑 当然是我说他这种思想 也算启发了一些造电脑的人 但是这个思想到现在 就已经让你 吐槽不能了 因为他也不知道 他的思想可以造电脑 所以你这个功劳 也不会扣到他头上去 那么他就会使得一些深入的要去研究这个我们一般的认识的可能性的那些原始的基础 我们要对他深入的研究啊 Deeper penetration 深入的洞洞洒 这些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干啊 必须他使得这些深入的研究变得必然了 变得必须要必要了 And that in order to avoid the long-windedness of complete theory 就是这个工作太长了 这个工作太卷了是吧 Long-windedness 太他妈的蜿蜒齐驱了 我们就要 Wanded Wanded是什么意思 就是藤蔓 禅闹吧 通风喘气 Long-winded 我不知道啥意思 Wanded 就禅闹呀 应该是禅闹的意思 就是说 为了避免这么一个完整的理论 要彻底把它搞完 就像我这边的一个 其实相当于你删一个重新启动电脑 删一个重新启动电脑 这个他妈太烦了 太烦了 这个操作系统里面去删文件 删一个看看那个图片能不能显示 再删一个再看 这个一整个这个过程太烦了 但是呢 not to 但是要在 为了要在这个必然的必须的这么一个研究探索过程当中 我们不损失任何东西呢 哈 我就会发现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it more advisable 更推荐你去做的方法 就是说 to prepare then to instruct the reader 是就是把 那我要做的就是说 那我康德发现 我更明知的做法是去教你怎么做 而不是去指导你 我就是说我让你准备好 把你准备好 就是prepare 以下面following four numbers下面四个步骤 来把你准备好 就是告诉你那个方法你自己去干 而不是去直接指导你 直接去就一步步的instruct you and only then to represent the exposition of these elements of the understanding sysmetically in the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ird section 然后指在啊 指然后然后干完这四个呢 我来把你准备好了之后呢 我就在第三节的时候 把知性的这些要素啊 啊的缠绵啊系统性的呈现给你呈现给你 在一个直接跟着的 直接跟着这一节的这个第三节 A115他这个因为他后面 这个第三节在这个版本里面 他不是直接跟着这这这些段落的 因为他要把B版里面呢 他这个不是这个第二节被分成两节嘛 所以他要把B版里面的分出来两节的跟在这个后面 所以他要跳过B版里面的更改的那部分 再才会连到啊 才会连到这个第三节 A版第三节 这些原因 The reader shall until then not be deterred 《干硝子》啊 就是干硝子 不会被阻止 《华安心》啊 Ubsecurity 《会色》 that is initially unavoidable in the past that is thus far entirely unexplored But which will as I hope be completely illuminated in that section 就是说 所以我下面这个四段 你有可能看不懂 别怪我 但是呢 我会 我希望 就是说在第三段的时候 我会给你完整的 把系统性的 把整个都给你暴露出来 给你照亮 给你照亮 出于这个原因 你就不要 就是下面这个 下面这些 就是我就是不照顾小宝宝了 我直接来 来真的了 我这个袖子撸起来 直接给你来真的了 你看不懂 你别怪我 不会被这些会安性所阻碍 他这一开始 他这一开始 是没办法避免的 在这条道路上 这条道路是 因为这条道路 它是完全 就是在人类历史上 都是没有人探索过了 我是第一个 把我们的大 把我们的这个 鲜艳框架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鲜艳 我们的这个范畴结构 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认识机能 就是我是第一个 进入Windows 这个文件夹的 就是康德相当于什么人 康德相当于什么人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他妈的巴子的 他就是相当于这种小宝宝 就是我们小时候 上电脑课会这样 对不对 就是这个C盘 这边都是隐藏文件夹 你记得吗 都是他就是 都是隐藏文件夹 康德是第一个 他妈的就是在 他发现 查看 然后可以 这里有个隐藏项目 他可以 他就是以前是那个 右键属性 文件夹属性 你小时候 小时候上电脑课的时候 那个电脑是Windows XP 或者Win7 他有个右键文件夹属性 就是在这个右键属性 文件夹选项 以前有了 现在没有了 然后在这边 显示隐藏文件 显示隐藏文件就可以看到Windows 但是Windows向来不是个隐藏文件 他可能就可以看到其他这些什么别的东西 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康德是第一个发现 原来可以显示隐藏文件的 或者说原来他妈的 那个显示隐藏文件的方法 就是康德不是显示隐藏文件 康德的方法是那些东西都是没办法显示隐藏文件 那康德怎么办 康德就新建了一堆文件 新建了一堆文件 比如说新建了一个叫什么 就是覆盖你知道吗 他就是新建了一堆 就是你可以想象成就是那个那个操作系统 人类的意识的操作系统 这些文件夹都是被删光了 看不见的 都是看不见的 那么康德怎么办呢 康德那我就给你命名 我把你这个 比如说这个叫做totality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 这个substance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 什么各式各样的 我给他命名 我给他命名好 这个叫community 这些范畴 我在命名 然后给他这个文件属性 我都写好 写好了之后 那他就相当于把这个隐藏的那个 那个那部分代码给俘获了 隐藏那部分代码 就被他写出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快捷方式 他就相当于写了快捷方式 他新建了快捷方式 你了解吗 他在里面新建了快捷方式 这些快捷方式 他就 他相当于在桌面 给你新建了一堆快捷方式 这个这个快捷方式 叫做纯粹范畴之 东体性这个快捷方式 纯粹范畴之什么什么什么 现实性可能性 然后他就是指向他他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吗 他就指向什么 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知性官能的思想官能的那个windows系统里面的哪个哪个位置一写不管了他到底有没有 然后他在看哎好我写好了我来删我来把这个东西删掉如果没有他我可被我这个我这个游戏能不能打开能不能运行 我再删一个看能不能运行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套路 了解吧他这样一个套路 那么出于这个原因因为所以这条路呢 就是只有汉康德这个B探索只有他探索了其他人没他没有探索过啊 所以他肯定是很会按的 然后快速来讲一下吧 首先就是对于这个直观当中的统绝的这么一个综合统绝来加以综合啊 论直观当中的统绝的综合啊 呃 无论我们的直观是从哪里升起的无论他是通过啊是呃他是通过这个外部事物对我们的影响也是通过这个感觉了还是通过内在的原因的这个影响啊 我这也就思想了无论他们是先天的产生的还是经验性的作为表象的产生的 把两个还是位置换了换了 我操 那他们他们作为心智的modification作为心智的心智的这个修正啊 心智的对于这个直观的修正他们neverless belong to innocence 他们都是属于内在感官的啊 他们都属于内在感官 哦不是应该是 应该是作为心智 这里的s不是不是指的是前面那个啊 就是无论我们的表象从哪里产生从从里还是从外产生啊 那么心灵对他的修正都是从里面产生的 and as such all of us 所以呢 因此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最终都是从属于内在感官的形式条件的也就是时间的 这是第一版的啊 第一版的先天同学 第一版的先天同学啊 他就是time 时间 其实这里就很很他妈糟糕 我他妈烦死了 哎呀 那么 as that in which they must all be ordered 然后 如同那样 as that as that 就是因为正如这样 正如这样 怎么样呢 就是说在时间当中 这后面这个东西都是修饰这个z的啊 后面这一句 in which之论的 这是修饰这个z 就是 as as 一个从具 as 一种情况 这个z 表示一个情况 后面就是告诉你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他们这些东西啊 我们的体验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认识 都必须是在时间当中被组织起来的啊 必须是在时间当中被联系起来啊 然后是获得关系的 这康德在A版里面是用时间来来来用 先天同学等于时间啊 然后是内时间啊 inner sense啊 内时间体验 所以这个时间的话 和那个先天感性论里面的时间 就有点怪怪的 你知道吗 所以在B版他就全改掉了啊 然后你去吃详了 我靠 this is a general remark on which way one must ground everything that follows 这是一个一般的一个说明啊 在这个一般的说明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得出其他的一些推论 every every intuition contains a manifold in the cell 每一个直观都在他自己里面 包含了一个多重性啊 which however would not be represented as such if the mind did not distinguish the time in the succession of impressions on one another 如果时间 如果经验 不能够把这些 这些对于心智的这些 就是这些印象了 这个东西翻译成印象 也是他妈的垃圾翻译家 错 翻译成印象的那种人 这是这么傻 我错 impress就是按上去 按了有 按了有痕迹 你知道吗 给你意识到了 impress 翻译成印象 就好像你给我第一印象好好啊 就是完全谈恋爱那个语境啊 或者说那种就是 就是印象 印象 哎呦 印象就 我们日常当中使用印象是什么 我们日常当中使用的印象 就是虚的 了解吗 都已经是 那个人已经不在场了 然后他给我的印象 就是一个大致的一个一种气息 一种大致的一种风格 一种大致的一种 我的对他的评判的那个喜好 憎恶 那种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词 这个印象 这个印象 我不知道是因为印这个字的那个 印 心 他好像这种 他的韵母发音和像 像 意象 就是 就是他的那个致重感没有了 他的那个粗糙的 来自于外部的那种感觉 那种 那种语意 就消失掉了 了解吗 所以继续把它翻译成印象 是他妈的怪怪的 你知道吗 了解吗 所以这个impression impression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就是 他是 他是你得到 你只能得到他妈impression 不是说他 就是这个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是直接的 不停的 直接的彻底充分的影响我 然后他离开了之后 甚残存一个阴异一般的一个印象 我印象好 印象坏 不是这种屌东西 印象就是他妈的 就是你 就是 一个拳头打到脸上 然后凹陷进去 但是你是个盲人 你看不到那个拳头 你只能体验到那个脸上那个轮廓 这impression 他就是 他背后一个白板说的 那个一个 一种比喻在那边的 就是 就是他对你的造成的这个 直接的影响 他在你的感 他在你的那个体验直观当中 所造成的直接的影响 直接的那个 effects 就叫做印象 impression 就是你的那些 就是你所体验到的直接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不是一个 然后他们的一个 相继啊 但是这个词的语意是有点问题的 你知道吗 它是有点问题的 他这是语意 就是按进去吧 impress 按进去 按进去 就是他兼具直接性和间接性 他是第一 他是最直接的 但是他是最不间接的 但是他还是间接的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他相比于 我屋子体 相比于那个effect 那个effect不能体验到 对不对 这个东西已经能体验到了 但是这个东西 在康德的这个认识论的 这个等级知识里面 这个玩意也算是最不间接的 他是 他是 最最原始的 但是他妈的不原始 他是最原始 但他他已经不原始了 了解吗 他是最原初的 但已经不原初了 最原初的是他妈啥 最原初我们体验不到 就是 作为表真主义 这个印象已经是个二手玩意 但是他是最不二手的二手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相当于 我这个肮脏的例子 我就不觉得 就盲人被别人打了一下 他能体验到那个轮廓 就这种东西 差不多这种感觉 但是他 他就是盲的 他妈的 他就是我们有限的凡人 我们就是盲的 我不可能本质直观 看到这个事物本身 我就他妈是盲的 就是这已经是最真的了 然后这种最真的这种东西呢 那么还是翻译成印象 他就 他的接续 他的这种连续 不停的连续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 现任统绝的话 如果没有时间性的统绝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在时间当中 他是没有办法 distinguish the time 没有办法把他 相继关系给他 识别出来的 就是你 就相当于说 你没有给 没有办法给他附上时间函数 就这么简单 就相当于是 你只有一堆信息 但是他没有被时间化的体验 了解吗 所以 现任统绝 在那个 康德那边 在第一版里面 就相当于一个解霸 他给这个影片 附上时间 时间 时间性 让他可以 拉开来 像个风箱 给他拉开来 拉开来 然后他就是 我可以渐渐这样 这样一层一层的 去看了 他不是他妈叠到一块 如果一下子全跌到一块 如果他们只是被包含在一个瞬间的话 就根本就 就是 没有表征可以变成任何东西 除了变成一个绝对的一个 unity 绝对的统一体 绝对的一个东西之外 他必须 通过这个 comprehension 通过这个apprehension 啊 不对 他妈怎么怎么拼呢 那个东西 我又忘了 靠 这个apprehension 通过apprehension 把它 赋予时间性啊 就是给他这样 拉开 所以第一步先是时间化 时间化了之后呢 那么现在呢 为了让这么一个直观的统一体 要能够让他是 要能够获得统一体啊 如果就是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化 只在一个瞬间里面 那我只能把握一个绝对的统一体 但是如果没有空间 那我连统一体都不能把握 所以啊 为了获得这个直观的统一体 去发生 啊 从这种直观当 从这种多重性当中产生出来 也就是说 在这个对于这个空间的表征当中产生出来 那就有必要首先去run through and then to take together this manifoldness 首先要去完全的读取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多重性全给他读取出来 然后把它拼合到一块去 which action I call 我把这种 这种 把它张成一个 一个空间性的 一个unity的这种 这种行动 我把它叫做 啊 统绝的综合 统绝的综合 since it is aimed directly at the intuition 那么因为它是直接的啊 指向这个直接的指向这个直观的 which to be sure provides a manifold 那么这个直观肯定会给你提供一个多重性 but can never affect this as such 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啊 这样去影响它 把它变成一个同一体的方式去影响 and indeed as content in one 并且使得它 就是它没有办法使得它事实上 在一个表证当中被包含 without the occurrence of such a citizen 如果没有这么一种 啊 这种综合发生的话 所以综合 这个 统绝的综合 就是让它空间化 而 而统绝本身就是那时间意识 有点吗 哎呦 我靠 好吧 那我觉得这是 它也没有明说 好像在字体行间也没有明说 烦死了 这就是个命名问题 然后就 那么现在这种统绝的综合必须是被 啊 先天的被实施的 也就是说 它是 啊 这个表证啊 啊 它不是被经验的 啊 它不是经验性的就要被实施了 它先天被实施 不依赖于经验 它就实施了 but without it we could have apply 我们如果没有这种 先天的就被实施的这种统绝的综合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先天的获得对时间或空间的一个表真了 因为这些只能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多重体的这个综合才能获得才能产生出来 而这个多重体是原初的感受性啊感性在它的原初的感感觉能力啊在它的原初的感受性里面所提供的 我们因此呢就有一个纯粹的一个啊统绝的综合 其实这里语言不强啊 这里语言不强啊 这种内时间 这种内感观 这种时间啊 time 时间性 内时间内感观 它好像没有名言说这是统绝啊 哎妈说这一句干嘛 可以吗 这里面没有说this is 啊这个 apprehension 但是它就明确告诉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光是有这个这个空间的unity也是不行的啊 好 你继续看吧 那我们看第二第二节on the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in the imagination 在想象力当中 在想象力当中呢 它的那个 它的综合 在想象力的在线当中呢 它的综合再生产 再产生 it is to be sure 那么很明确 就是说一个仅仅的啊 have often followed a company one another have often followed a social with each other and thereby placed the incar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each even without a person one of these references bring about the transition of the man to the oth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use他真的 操你妈了 操 那这个这个句子翻译的话 也叫他妈的死半个人 我靠 他倒着翻的啊 你们看吧 先把他的主语主卫兵找出来 这是个强调句 it is 就是啊 不是强调句 他就说 就是说 这是一条 经验性的一个法则 经验性的法则 什么是一条经验性的法则呢 就是 这是 这个经验性的法则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依赖符合于这个经验性的法则 我们就可以 啊 representation 在的 offen followed accompanied or accompanied one another 那些彼此相继的 相互伴随的那些表征 最终就会被联系起来 相互联系起来 并且因此呢 被放在一个关联当中 啊 关联当中 啊 就是和这个法则相一致的关联当中 因他就是这里还是损修末了 你这只是 就是说如果你只是把两个东西总是一块发生 两个表象总是一块发生 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连结里面去啊 这还是个经验性的法则 啊即便 没有对象的啊 在场 其中的一个表征将会带来啊 transition of the man to the other 将会使得这个心智啊 能够迁移到转换到另外一个表现上去啊 他依据一个啊 比较比较恒长的一个法则 就是联想法则 就是即使按照这个法则 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 啊太阳升起来 你也可以想象有个金在那边 要嗷嗷叫啊 啊 他符合一个constant的一直发生的一个规则 这个东西还仅仅是一个amerely empirical law 所以就是说就是 休莫的那个啊 休莫的那个横长进法则 横长进的因果性 蛇皮外野 康德自己骂的啊 不是我骂的 this law of reproduction 这种在线的法则 这个在线的法则啊 however principles is that the appearances themselves are actually subject to such a loop 但是 康德说 我的在线的法则 则预设了表象自己是 啊 就是服从于这个法则的 是有内在必然性的 不是像你的那个经验性的法则那种一样的 啊 and that in the manifold of their representations an accompaniment or succession takes place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然后在他们的表真的那个杂多当中啊 那个多重性当中 有一种伴随关系或种相继关系会发生 依据某个某些规则会发生 这叫做在线的这个法则 for without that our empirical imagination would never get to do anything suitable to its capacity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啊 这种法则在线的这种法则的话 我们的经验的经验性的想象 就永远不能够去做任何配得上它的能力的事情 他就变成个垃圾了 这能力用的是德文 这个词是 啊 我也不收了 没意思 因为我不敢打开我的浏览器 and and would such remain hidden in the interior of the mind like a dead and to us unknown faculty 那么想象力就会变成这种死的力量 就这个人就没有想象力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如果没有这种在线的法则的话 想象不就是能在线吗 你脑子里面可以想一个东西出来 啊 啊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 那你的想象力就是 啊 就是 就是 隐藏在心智内部的 啊 有一个想象力 一个隐藏能量 对我们来说就是死的未知的一种能力 F3的吧 Cinnabal 主杀 好吧 如果猪叉 他是 现在是一会儿是红的 一会儿是黑的 一会儿亮的 一会儿是重的 如果一个人类呢 他现在 一会儿变成这种动物的形态 一会儿变成那种动物的形态 如果 这个 呃 在最长的一天 那个 on the longest day 那个 那个 大地 就充满了果实 一会儿就是又充满了这个冰和雪 那我的经验性的想象 就永远不能够有机会去想象一个 我 我的 never even get the opportunity 就没有那个想 没有那种能力是吧 没有那种机会去设想一种很重的一种 猪杀 在 on the occas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lor red 在 在 表象出 红色的 情况下 这啥意思 我们就这样看吧 直接就翻译吧 我们就 on the occasion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d color 我们在 表真出 或者就体验到看到一个红颜色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设想 一个 因为红颜色的表真 没有办法去设想一个很重的一个猪杀 没有那个机会去想象一种很重的一种猪杀 或者如果某一个世界 他 一会被 一个词 一会被指派给这个东西 一会被指派给另外一个东西 或者 一个人 and the same thing 一个东西 并且是同一个东西 我sometimes called this 一会被叫做这个 一会被叫做那个 without the governance of center 没有一个 确定的语法来去管理它 来去支配它来去统设它的话 to which the appearance are already subjecting themselves 那么是这个表象是已经是 are already subjective 就是这些表象本身就已经是这个 服从于这些法则的特径的法则的话 then no empirical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could take place 那么就不会有经验性的综合 在线会发生 嗯 你们了解是啥意思吗 你们了解这是啥意思吗 这个很这个意思其实很容易 应该是很容易 就是如果没有恒定的规则 如果没有恒定的规则 就是说在线的规则 它已经预设了表象本身 是服从于这样一种规则的 啊 就服从于这个规则的 在这个 这个规则就是 and that in the manifold 在这个 这些表真的杂多当中 一种相继关系 或者一种伴随关系 就是按照某些特定的规则 会发生 会发生 for without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去去想象 没有办法去想象 就如果 如果这个 朱砂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 一会儿亮 一会儿重 一会儿轻一会儿重啊 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在不一定的变 它没有一个特定的法则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设想 就康德 我也觉得怪怪的 我是觉得怪怪的 我他妈觉得怪怪 我觉得我也可以啊 我还是可以啊 康德这里的举例他妈的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至少对我没啥说服力 他说如果一个朱砂 不停的在变颜色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设想一个 我的经验性的想象里就 没有机会去设想一个 这个 在 红颜色的表真 哦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他这个意思没啥屌意思啊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说如果朱砂本身 一会儿红一会儿黑 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那你看到红色你就不会联想到 你就不会联想到朱砂 其实这里的想象力是他妈的 今儿想象力 我操 这里的imagination 这里的imagination 你可以看成是一种 就是不是那种凭空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是一个 真的是他妈的垃圾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就是说 你看见红色你可以联想到 你可以想象出朱砂 但是如果朱砂本身一会儿红 一会儿黑一会儿白 一会儿轻一会儿重 它的轻重 那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红色想到重的朱砂 了解吗 要么就是说红色的朱砂就是重的 然后黑色朱砂就是轻的 那你看到红色也能联想到重的朱砂 但是如果就说这个红的又可以轻又可以重 黑的又可以轻又可以重 就是就是他 他是变动不拘的 他没有一个关联 红色和重的朱砂 重 红色朱砂 在现实当中没有一个关联的话 那你单单看到红色 你就没有办法去联想到 就相当于如果 我也不举不举例子 太他妈我举的例子都是都是比较比较比较黄的 既不红也不黑 我举例子都比较黄 那我就不举了他妈呢 我我怎么可以不举呢 我我例子我就不举 我错 of a certain word 就是说如果如果一个东西 他没有一个特定的名字指派给他 他今天这个名字今天指派给这个 明天指派给那个 那你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就不能想象出那个东西 所以康德的想象力 其实是个激发力 是一个reproduction 是要通过一个影子来激发的 是要通过一种联想规则来激发的 他这个imagination 他妈他是联想力 我操在这里至少在这个语境之下 他的imagination就是联想力 就是就是他的这个imagination 就是对应的修末的那种联想 因果关系的联想 你懂了吗 了解了吗 就是他说一定要有一个现实的一个比较 一种关联 一种关联 一个关系在那边 比较稳固的一个关系在那边 然后我们才能联想 这种关系本身就会被 我们继续看吧 that no empirical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could take place 所以就不会有经验性的综合 被产生出来 their master therefore be something that itself makes possible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appearances by being a priori 所以他就把这种联想规则看成是先天的了 有没有意思啊 所以他的想象力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先于经验本身发生的一种一种连结 比如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内在的比如说把红色和珠沙还有还有这个重给他连结起来 红色珠沙重这三个性质 这三种画面嘛给他连结起来 这样你看到红你就可能联想到重的珠沙 看到重 你就可以 比如捧着一个箱子挺重的 你就猜里面是不是红色的珠沙 看到珠沙听到珠沙这两个字 你就通感了就感到好重啊 感到红色就差不多这种东西吧 没什么技术还那样 There must ever be something that itself makes possible 就是有一种先天的东西啊 使得这一种啊 这种表象的再现 其实不是再现啊 是连结 但是连结过程中一个表象使得另一个表象再现了 平空在脑子里面被想到了 他就是啊 他就是要由某种东西作为他的先天的基础啊 必然的综合的来获得一个必然的综合的一个 这个统一体 这不同 红 珠沙 重 这三个appearances的 当然我们说啊 珠沙本身不一定是个appearance 他的特定的形状也可以是个appearance so one through comes upon this if one recalls that appearances are not sensing in the system 就是说 一个人很快就抵达这一点 如果他意识到表象本身并不是物字体 而仅仅是我们表真的表演 play相互作用 interplay相互作用 这个就是作用 我们表真的那个相互的一个演戏 群魔乱舞 which in the end 那么归根结底 come down to determination 归根结底他是属于我们内在感官的这个规定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先天的 我们可以说他是必然的 因为就是我们我们是导演 我们是导演 我要演你妈的戏还不是我说了算 了解吗 所以康德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获得因果性 可以获得必然性 指指当且紧张在表象的层面 那么又说到表象是 是这个超越性的大大者给我的 那么就是我赖皮的呀 他给我的 他让我感体验到他必然 他就是必然的 他就是必然的 他让我体验到 除非他骗人 除非他是个垃圾大大者 康德又不说 那不是他是至善的 他是圆龙的 One if we can demonstrate that even our purest aprile intuition provide no cognition except in so far as it contains the sort of combination of the manifold that makes possible a thoroughly-going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啊 能够表现出就是说 哪怕是我们最纯的 最没有经验的那些先天的直观 都 不提供任何认识 只提供什么 except in so far 只当他们包含着某种 啊多重性的杂多的那个组合的时候 才能够提供某些认识的时候 啊这种杂多的组合 他使得一个 that makes possible 这也这才使得这种先天的 这里的Z他妈的不知道跟的是啥呀 不管了 就在使得一个完全的一个在线的综合 变得可能 那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 最纯的他里面都必须要包含 杂多 必须包含多重性 外在的多多样性 多重的感感觉信息 你才能获了一个组合 那么这种想象力的综合啊 就 be grounded even 他 他 他 是怎么样 这种能力是有一种啊 纯粹的鲜艳综合的 which grounds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all experience 他见机了所有经验的那种可能性 可能发生的那种前提可能性 as that which the reproducibility of the appearances necessarily necessarily reproduces 就是说 as that 正如 是吧 as that which the 什么东西啊 as that 是什么屌东西啊 这句句法 妈的令人看得头疼 我靠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个东西 as which吧 应该是 as that 就是as that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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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啊 哎呀 我的妈对了 which grounds even the possibility 他见机了 就是说 这个 就把这个东西 就把你的 啊 想象力的综合啊 想象 想象力的综合抬得很高 他见机了这个 所有的 呃 经验的一个基础 啊 经验的可能性的一个基础 然后呢 他就是作为 作为这么一个东西 什么一个东西呢 什么一个东西呢 这个位置啊 他是作为一个东西 然后后面这 这个都是定语从记 修饰这个z的 as that 修饰这个 作为那个 作为那个 哪个啊 我操哪个 是那个 表象的再生产力 必然所预设的那个 啊 表象的再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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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你的想象力吗 你他妈直接说想象力 不就行了啊 好吧 表象的再现能力啊 表象的再现能力 把这表象再换出来的那种能力 now it is 这个 obvious that if i drew a line 说的如果我在 心里面画条线 如果我在 头上里面画条线 or think of time from one new to the next 如果我去想那个时间 从一个中午 某一个点吧 某一个 某一个中午 想到下一个中午 就是设想一段时间 或者脑子里面画一条线 or even want to represent a certain number 或者说要向我自己呈现一个数字 脑子里面想一个数字 我必须首先把握 one of these manifold representations after another in my sword 我必须先把握 这个 在我的思维中 一个接一个的把握 这种多样的表征 i must demonstrate first 我首先要去把握 这些多重的 多杂多的 多重的表征当中的一个 这就是他的原因 康德就是他的原因 我不是他的原因 康德是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我脑子里面要想一条线 要想象一条件 或者我脑子里面要想象一段时间 我要说的是 你脑子里面根本不可以想象一段时间 你想象时间这种做法 只是一种discursive conceptual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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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ing 自说自话 带来一个幻觉 一个感觉 你根本没有说 把他 把他这个 把他 把他那个 图像化 根本没有做到那些 这当然说 康德认为就是我要 脑子里面想一个空间性的东西 或者想一段时间 或者表现一个数 我必须先把握 grasp on one of this 先把握一个对象 是吧 我必须先去把握一个对象 after another in my thoughts 先把握就是现实的 杂多的对象 this manifold representations 先要把握一个现实的一个现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也就是他指的 就是你脑子里面要想象出这些东西 先要去 呃 在思维中 先要换起一个杂多啊 先去把握到一个那个 有点感受性的那种东西 but if I will always lose the preceding representation 但是如果我总是 注定要失去那个 呃 先行的那些表征 the first part of the land the preceding part of time or the successfully represented the units 啊 就是我脑子里面画一条线的时候 我现在画着画着 我总是注定 我脑子里面想象我画一条线啊 他前面部分总会失去 我只能盯着那个 那条线到后面 然后我脑子里面想象一段时间 想象从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啊 那这个时间我越越这样想 我前面的那些想的东西 他都会失去对不对 然后或者说the successfully represented units 那些被呃 接续着被表征的那些 units 这也该是指的那些数数位啊 比如说我一千二百五十六 我脑子里面想 一千二百五十六 我设想那么 这样去想象的时候 他那个前面的就会失掉 后面的才会就是from my source and not to reproduce them when I proceed to the following ones 我总是会失去前行的那些表征 啊在我的头脑里面 啊但是 and 但是and not to reproduce them 然后不会再再产生他们 当我要要进入到下一个 再说也就是说在我的脑子里面 要想象的时候我先要去 我想像比如说你画一条线 你脑子里面画一条线 但是那个线是不停的 前面没了后面才有 你如果不让前面没的话 不继续 如果你不停的再现他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后面 其实康哲的想象里真的是很没有想象力哦 康哲的想象里真的是很没有想象力哦 康哲的想象里真的是很没有想象力 空间和时间的表征他都不会产生出来 你说我在想象的时候我一开始依赖的那个manifold 那个比较粗重的杂的东西我再越想越要把他们抛弃掉 他不会不停的再现他要不停的要被舍弃掉不会不停的再现 那么他就是说因此他就说呢啊这个统绝的想象统绝的综合了统绝的综合 因此呢他是和这个再现的综合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 再现的综合他是就是不断的会被牺牲掉的吗 他是用连结性的或者说是一种动态的 and since the formal constitutes the transgender ground of the possibility of all conditions in general 因为前者他构建了所有一般的认识的可能性的鲜艳基础 not only of empirical cognition but also of pure empirical cognition 就是说因为他是这个这个统绝的他的综合就是时空综合嘛 所以啊时空连续性相继性和那个空间的那个统一性啊 那个那个那个那种综合他是不仅仅是对经验性的认识 也是对纯粹的先天认识都是必要的 所以呢 the reproductive synthesis of the imaginary imagination 想象力的那种啊 在现的那种综合就 从属于心智的一个鲜艳的行动 前面这个东西是必须有的啊 总是要有的啊 这个背景性的啊 而后面那个东西 后面这个第二个这个 这个鲜艳想象力呢 他则是这个啊 他则是属于一个鲜艳鲜艳的一种动作啊 可以有可以没有 and with respect to this we will also call this faculty 我们把这种鲜艳观能 把这种能力啊 就叫做想象力的鲜艳观能 把这种综合就是想象力鲜艳的综合 啊 ah now if we can then the synthesis of imagination would be grounded even prior to all experience 啊 and one must assume the transcendental a pure transcendental synthesis of this power which grounds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all experience as that which reproducibility of the appearance necessary of the appearance necessary the which is the end they come down to the mess of the essence 康德 康德 哎我他妈醉了 如果一个人想要去证明 那个我们最纯粹的先天的直观都 呃 如果他们包含了 in so far as they 什么东西啊 provide no condition 除非他们包含了一些 manifold的一些多重性 这些多重性呢 是使得一个彻底的 呃 就是对于在线的一个彻底的综合 变得可能 这种多重性 一个throwfully going啊 throwfully going 就是走 彻底的完全十足的走到底的一种综合 这种在线的综合变得可能 then this 那么他就是be grounded even poorly 所以呢 这种 哦我知道了 所以这种他要被电击啊 要被电击 他他这个东西是被电击的 而不是他去电击别人啊 他要他要被电击 他要在这个经验啊 他要先于所有的经验 这句话我翻译错了 他就是说 他们要先于所有的经验 就是想象力的这种在线的综合 是要先于所有的经验啊 被电击于一些先天的原理的 他们要依附于先天的原理被电击的 那么想象力为什么要电击 电击在先天的原理上 上面就证明了跟你说过了 如果想象力 如果没有先天的一些principles原理的话 他没办法把东西组织起来的 就这句话就已经 这已经就表明了 就是说 纯粹直观 provides no condition 除非他能够包含一种 多样性多重性 这种多重性使得在线的这个 manifold在线的这种 彻底的综合变得可能 否则他是没有办法获得认识的 先天直观没有办法获得认识的 我这里我觉得这个想象力的话 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对于先天直观 这里就是 我知道这里康德在这里讲的就是 想象力对于先天直观的一个 一个作用啊 先天直观不是说了吗 先天直观就是你脑子里面 能想几何图形 能够想时间 这些都是什么 什么叫想时间啊 这都是空的直观 屁狗屁直观 还什么设想一段时间到那段时间 康德什么神经密 我要说的就是说 这里都是康德拍脑袋想出来 什么时候想 from this new to the other new you can imagine what all imagine个屁 你根本没有imagine 你只是假假的 了解吗 the line you imagine the line you imagine can't be described as a line 你脑子里面想 这只是一种你的操你的行动被命名为是个line 你自己的那个第一人称话语把它命名为是个line 你什么你脑子里面划了一条线啊 你第一人称焦点还能划线呢 你在开玩笑 就是现象学上来讲 第一人称意识的那个空间意象性那个焦点的划线 动都动不了你知道吗 它没有一个背景性的一个背景可以设定它是在动的 你不是不是不是 you are not in thought 这种东西是放屁你知道吗 它跟眼动也有关系的 它是眼动牵引着一种意象性 你在导致里面想一下我 you are not in thought 你眼睛是不是动一下 你眼动的这个行动这个行为 它导致神经系统会反馈给你有一种 就是意象性是一个相互设定的 不是说意象性是一个完全的主动的一个行动 不是的 意象性和感受性是纠缠在一块的 什么的妈的这么久online 什么前线要学小宝宝 我像傻逼一样我操 这种东西都是那个时代的那种糟粕 这是很低智商的一种东西 很低智商很不行的一个东西 什么在脑子里面久online 如果我久online的时候 我不想先把前面的给忘掉 我就不能够揪后面的 还好像你正耳八经的在脑子里面 做了个梦一样画了一条线呢 真是的 就online sort呢我 我醉了 你就online sort的话 那个sort不会说它前面会再现就会消失 后面后面就就就没有了 前面如果前面不消失后面就不会出现 根本不会有这种关系 这是康德强词多理 他为了得到自己的这个结论 他妈的欺负别人 这个这个东西是很模糊的什么 什么在思维中画条线 这个整个心理学过程 这个整个这个意识活动的这个过程 这个结构是很很模糊的 不是他妈这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这根本就是不够格的 说这几句话根本是不够格的 我真的是觉得怪怪的 而是说如果先天的直观当中 必须要要要要有杂多 必须要结合一部分的杂多 否则你不能够有在线啊 不能够有在线 否则你不能够有一种中在线的综合 对于一种在线的一种综合 一个彻底的综合 不是啊就是说一个在线的彻底的综合 是由这个把这个杂多给它组合起来 才得以可能的 如果先天直观不包含 这个是到底是啥 他妈 Z makes possible through going 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 这个Z你他妈指的是什么呀 of the manifold as they contain the sort of combination of the manifold 这个Z应该是指的这个combination吧 就是意思是我们屡屡关系啊 就是说这个杂多的组合使得一个彻底的 你他妈已经组合起来了 你他妈还是 就是你难道不是因为先是有彻底的一个 哦结合这里的结合应该是和这个 就是先天直观和他结合起来是吧 和他结合就是认识 我他妈醉了 我真的是醉了 这个这个关系要要说是清楚啊 就是这种这这种最好用图表把握 就是这种东西啊 你康德他妈说这些东西 讨论这些东西是你最好用图表来把握 不要用那这一句话 就是先是有先天直观吧 我说先天直观 先天直观他没有办法产生这个认识 他要产生认识他必须怎么样 他必须里面要包含 as they can accept insofar as they contain the sort of combination of the manifold 他必须要包含 包含这combination 来组合 包含 杂多的组合 他妈的这句话就是已经是语言不详了 他里面要先天直观里面要包含杂多 你妈了个B 我靠 那你还叫先天直观吗 你不是纯的吗 我操 他所以说就是说你必须包含这一种杂多的组合 要和要能够和他组合起来 所以先天直观要和 他和他组合 与组合 组合起多重性 你叫什么叫先天直观能够组合起多重性啊 也是语言不详的 你知道吗 这里的manifold 他妈的道理是指的眼 这里的manifold这个로重重性指的是什么调多重性 指的是颜色 形状那种多重性吗 你这个manifold到底指的是什么多重性啊 这里的manifold 他把你康德说清楚 这里的manifold指的是manifold of sensation 还是指的是什么呢 文艺语言大哥他根本没有说呀 你知道吗 这里就是很多语言不详的 然后是这种组合起多重性的这个东西 是使得什么变得可能呢 使得在线 想象力的在线中的什么 中的那种彻底的彻底的综合 在线中的彻底的综合 是靠这种和与与多重性的组合 与多重性的组合 变得可能的 也就是说 那我们回过头去说 就是说他认为先天直观 先天直观 康德在这里又是语言不详了 先天直观 这里肯定是康德之前说 先天直观就是先天直观形式 就是先天直观内容 它不是形式和内容是同一个东西 那在这里气势是肯定是二分的呢 就是这个直观形式 这里就指的直观形式 他这里康德的意思就是说 先天直观形式必须要能够和 杂多的多重性结合起来 组合起来 他必须要有这种组合的可能 组合能力 他能够组合起来了之后 他才使得你的想象力的在线当中的彻底的综合才是可能的 应该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吧 不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这么一个因果关系 是说 他一定要 先天直观当中 一定要包含一种相当于包含接口 或者相当于一种 包含一种结合力 结合能力 先天直观要有一种结合力 他能够和多重性结合起来 组合起来 如果他不能够组合起来 他是没办法获得认识的 这是一码式 好了 另外一方面就说 那这种 这种多重性的组合 和多重性的这种相组合 这种组合本身 又是在线当中的彻底的综合所必要的 这其实是我觉得是他妈很有问题的 一方面就说 那你他妈的到底是不是多重性自己组合起来 他是自己组合起来 combination组合起来 还是他和直观形式组合起来 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你知道吗 多重性他到底是自己combine with itself with each other 是这个manifold with each other 或者with itself 还是这个manifold combine with the intuitive form 和这个直观形式结合到一块 你如果说直观形式 如果缺失了和多重性组合的那种能力 就不会有认识 我承认 我就承认 我承认provided cognition 那这里的cognition可能就指的经验性的认识 或者现实的认识 有没有吗 他顶多是指的经验性的认识 现实的认识 然后另外一方面 但如果说在这种组 如果说他是这个东西多重性 多重性 这种属性的多重性 属性在一个表象上的多重性 信息 不同感官信息 在一个表象上的多重性 他一定要 他如果 他为什么凭什么成为在线当中 彻底综合的一个前提 说他使得这个变得可能 他凭什么 你妈了个屁 在线当中的彻底的综合 凭什么是这种组合的多重性 变得可能 reproduction 哎呀 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 这种多重性要结合起来 使得在线当中彻底的综合 变得可能 那又来了 这个在线当中的这些 这个 throughless synthesis 这个throughless synthesis 在线当中的综合 是对什么的综合啊 你们还记得吗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红色 我就想到一个重的诸杀 重的诸杀 那是不是把这红色和这重的诸杀 这两个东西给他综合起来 这个是一种综合 synthesis 连结起来了 关联起来了 对不对 那你他妈的要说 如果没有这个多重性的组合 我就没有办法去设想这种连结 哎我也承认 那是的 红色和这个重的诸杀 它是自己相结合到一块去的 是的 但是他妈的 你现在跟我说的是 多重性要和先天直观形式 他妈组合起来 多重性和先天直观形式的结合 是先天直观 可以获得认识的可能性 我承认 操我承认 对 没错 但是你他妈不能说 他和先天直观形式的combination 是在线的这种连结的前提 你只能说这种多重性自己的combination 比如说红色和他的这个重heavy 这两种这个manifold 这两种manifold manifold中间的这两个element 这两个要素 它连结起来 它们之间的组合 是我这种在线的彻底的综合 这不是一回事 一码事 那既然这一码事是不值得说到的 那好了 那你康德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康德的意思就是说 多重性他妈的他的 他和先天直观形式的 直观形式和时间和空间的这种组合 是在线的必要的一个东西 那你就等于说就是多重性和什么 多重性和那些和统绝的了 就是前面的统绝 时间和空间嘛 时间和空间的连结就是统绝 和统绝的一个结合 在统绝意义上的combination 在统绝意义上的一个结合 manifold在统绝意义上的一个结合 就是他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结合 是对于在线是不可避免的 是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可或缺的 这个东西就值得说到了 就值就值得说到了 因为你说的在线的彻底的综合 是不可或缺的 在线的综合 他反而是什么跳跃啊 你知道吗 哥哥 他反而是脱离这个东西的 这里面是 reproduction的时候的综合是 红不红 我只看见红 其他两个东西不在场 我可以想到 想到重的诸杀 其他两个东西不在场 这种彻底的综合 你说的是综合 而不是在线本身的出现 你说的是综合 对不对 你说的是 synthesis of production 也就是说你说的是这种 production在线的 它的一个先天条件 你说的是它的先天条件 它的先天条件 也就是说你说的是 也就是你说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你说的意思就是说 不同属性之间的 不同的属性间的一个连接 不同属性间的连接 它必须依赖于 必须依赖于时空统绝 对不对 就这么个意思吗 就必须依赖于时空的统绝 如果没有时空统绝 不同属性间就无法连接 这个实际上就怪怪的了 这妈这实际上就怪怪的 好 那这 那好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这一句话 就是你得出的结论 就是不同属性间 就是manifold之间的一个连接 或者就叫做 reproduction的 它的综合 那这种综合 跟它们reproduction有点关系 then this synthesis of imagination would be grounded 所以它要先于所有的经验 被按照先天的原理 也就是按照这个先天原理 时空原理 时空统绝 要得到 要得到这个 要得到见机 对了 所以这句话 我们的意思就懂了 就这个虚化空化 那么接下来看 就是说 and one must assume pute transcendental synthesis of this power 所以我们必须要设想 一个纯粹的鲜艳的一个综合 这种能力 是一种纯粹的鲜艳综合 也就是说 所有的想象性的综合 它都是要有这么一个把戏的 就是要归到 归到现代统绝的上去的 想象力的综合 要归到现代统绝 which grounds even the possibility of all experiences 当然啊 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统绝嘛 Now it is obvious that if I draw a line in thought or think of time from one new to the next or even want to resent a certain number of myself I must first grab one of the manifold representations after another in my thought 我必须先把握一个 先把握这个杂多表现中的一个 然后再 我必须 我要把握一个东西 我必须after another 我必须一个接一个的把握 我必须一个接一个的把握 好 but if I always lose the preceding 如果我总是注定要失去前面一个表征 从我的思想中 并且 当我要去进展到下一个的时候 没有办法 不会产生它们 那么就不会有 我知道了 康德的意思是他妈的 我知道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我醉了 这句话我他妈我以为他是个正常人 我以为他是个正常人啊 我以为他的思维是辩证性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想象力 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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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在想象 脑子里面画一条线呢 的时候 我不能够失去前面的表征 我一定要维持他们的持存 我一定要维持他们的连接 在我的思想中 比如说我脑子里面画一条线 我前面的部分我画 他还得在那边 然后我再画后面部分 否则我就不能够把握一整个线 然后那个 我在脑子里面想一段时间 这个他妈的就像傻逼一样 你知道吗 the preceding part of time 你脑子里面设想一段时间 想象一段时间 你可以说我想象到后面的时间的时候 前面的时间 就就还可以在那边 告诉我他在哪里 他只有 那这个时候他不是时间了 他被空间化的把握了 他还是时间吧 哥哥 除了你叫他时间 他还是时间吗 就是说我读到这边 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神经病犯魔症了 他脑子里面 他为了 为了让他这这个 什么鲜艳想象力的这个结构 他妈的要有一个什么 要有一个完整性 他已经完全不讲道理了 你知道吗 什么我在脑子里面 思考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要把握这整段时间 那我肯定 比如说 我是不能够 就是他 你在脑子里面想象一段时间 这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你知道吗 你的那个鲜艳想象力 你像intuit some time 在脑子里面设想一种时间 直观一段时间 这本身是不可能的 时间是不可以被直观的 因为就 因为他不可能满足你这个要求 你知道吗 你不可能说 哇操 我我我进一步去体验 下一段时间的时候 还能够继续维持着前一段时间 他不消逝 你能做到这一点 请问你指向的这个对象 还是他妈时间吗 你是像个傻逼一样 你知道吗 了解吗 就康德他妈的这样搞的 你就像个 你的时间这个time 还是他妈的time 还pass of time 一样的 我靠我真是醉了 我以为康德是有点人性的 我以为康德还是有点 基本的常识的 有点反思力的 在这里他妈的 已经完全是为了什么 获得这个whole representation 为了获得一个什么 这个什么 什么什么 purest and the most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他已经是厚颜无耻了 他这个时候已经是魔证了 你知道吗 已经是为了搭他那个积木 已经是不管牛顿力学 在搭积木了 为了搭他心里面想象的积木 他已经是把一个积木 搭到另一个积木里面去了 他已经做这种东西了 就是这里的讨论 其实他的这个 对于时间的把握 怎么像傻逼一样 我就觉得怪怪的 我就觉得怪怪的 我觉得这里面 这段话里面就是 整个的就有一点怪怪的 这就奠进了所谓的 想象力的鲜艳性 这个想象力 想象 想象力要被鲜艳的连接 但是 想象力本身是不停的缺失的 不停的断裂的 他就是 就觉得想象力 就是要有一个必然的一个 什么东西都要有的一个综合 然后想象力就是一种 可以主导 可以主动拿来用的一种能力 我干嘛 醉了 我真的醉了 我真是醉了 我真的 就挺恶心的 知道吗 你们就 就是 就是 你们要对于这样的这些错误 要有一种恶感 否则你是 当然你可以说 他那个时代的受负受限 但是他这里真眼瞎 你知道吗 他看上去好像自己神木如电的 看到了真理 其实他真眼瞎 他就说胡话 在骗人你知道吗 在骗自己 在很残忍的做一件非常邪恶的事情 就是 就是哲学活动 他这样搞的话 实际上是很 很 很下作的一种事情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验到这种感觉 就是你学哲学的时候 你就能体验 这种 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 我们在脑子里把握一段线的时候 想象一段一条线的时候 我必须先前面再画一条线 他说的是 Draw a line 我在意识当中用我的意识焦点 其实是眼动 视动觉的 视线的运动觉的焦点 中心化的焦点 他在动 其实不停的在插分 在差异化 但是康德就以为 我画出前面一段 我后面再画的时候 其实这是个异象性 这个 这个是一个和语言 和符号性 符号学概念 将联动的一个异象性 连接起来的一个异象性 他不是真的画出一条线 好像在 好像真的有个内在事域里面 可以有一个东西存在在那边一样的 康德也是他妈的 意识结构的理论 也都是这个残次品 这个前现代残次品 你真的以为有个内在意识空间 内在感 内在sensation的一个场 然后一个沙盘一样 可以把它画出来一样的 然后他说是想象力在维持着这个东西 一直是同一个东西 你把这个东西命名为想象力而已 并不存在一个具体这么一个 真的一个官能 不是的 它只是一个符号学理智 都不能算一个能力 因为这个场的不存在 他说我为了不失去后面 我为了进展到后面不失去前面 我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能力 使得他维持他的在场 至少维持在我心智当中 在我的思想当中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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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号学理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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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共同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这个机制和你在现实 是生活当中体验到事物 他的连结 他的这些杂多的连结的那种力量 彻底彻底底不是同一种力量 彻底底不是同一种力量 他们绝对不是同一种力量 他们绝对不是同一种力量 他们甚至是反面关系 他们先就是这种 transcendental的imagination 他绝对和 empirical的imagination 绝对不是 imagination绝对不是同一种东西 绝不是同一种东西 他后者有后者是有真实性的 是有factuality 他就是真的 他就是在场的 他就是他有一个这么一个 真正的一个敞开的一个共识性 明刻在那边的一个共识性 就是你看一条线 你画一条线说 他就是在那边的 他不是你意识扫过 在你的心智当中扫过 然后你说说他是一条线 其实他根本不可能是 你脑子里面根本不可能想象一条线出来 就是说 就是你不可能 什么内感官看见你画的那条线 你只能 你只能把握一种 他不是 不是一个点 他也不是一个 你只能把握一种差异 哎呀我他妈说对了 我只觉得这是 就不能用这种 用这种软硬件 什么 把一个软件加载在一个硬件上 那个硬件就活了 然后就产生出一个实在的东西 那种 不能用这种方法去思维这种 就这里他做的都是非法的 我一定要说清楚 这边搞了这一套 通通是非法通通是很糟糕的 通通是很糟糕 通通这种思维方式就是 很糟糕的一个东西 很糟糕的东西 然后就不能有这个 who representation and not 就不能有一个who 完整的一个representation 因为他要靠想象力把这些 不断的失去的部分 给他维持在那边 但是这个时候 康德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有没有意识到 你已经预设了这种流逝 这种消逝是必然的 因为这就是时间啊 内时间意识 内时间意识会不停的让你的 这种想象性的这种理智 他不停的会流逝 前面的不停的会 会消失掉 到一个次本体性的一个地位上 会会降下去 沉下去 他不是说你维持他就能维持他的 不是的 他是一个一种异象性 假装他能够把其他所有的前面 消逝的部分也可以注册在一起 他是一个突出来的一个东西 他不是横在那边 就是说你脑子里面画一条线的时候 那条线不是横着 然后把这个时间域给他铺转在那边 横着的就一条线 这个时间域空间化 变成一个内内在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框框 在里面画 他不是的 他是每这个这个这个画的 就是这个视觉的 这个运动觉的那个焦点 画出的这个痕迹 在你的意识的那个体验 当中画出的那个痕迹 那条线 他是一个这个点 就是这个点 然后但是呢 这个点他不停的有一个 就是那个时间 沉下去的 就是嵌套的一个意象性 不停的有 这个意象性是很丰富的 这个意象性是一个 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一阶两阶三阶四阶五阶六阶 不停的接次化的一个 它是个很丰富的一个意象性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 一个点上的意象性 能够就感觉到 它就是一条线呢 我们能够有一种感觉 我们感觉它就是一条线 我们我们可以想象到 它是一条线 其实不是 我们根本想象不到 它是一条线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因为这个意象性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装配的一个意象性 它里面包含了一个时间性 就是 我们再去花一段时间体验到这条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画这条线出来 其实是画了一个点出来 这个点 是我们在不朝向它的时候 我们不朝向这个点的意识焦点的时候 它 就 引到那边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一个观念 就放在那边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点 就是你要能够再看见这条线 我 我就这样说 就是说 你脑子里面想象你画了一条线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歇一会儿 然后你去想想点别的东西 然后我说 你再去想你刚刚想的那条线 这个时候你要 you have to pay some time 你要把这条线再拉出来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被你拉出来的条线 就是你刚刚的条线 因为其实你没有拉出这条线 你只继续在进行了一个反向运动而已 前面那条线 你画出了一条线的过程是一个运动 你后面再说 我又看到那条线了 我脑子里想象那条线 它是一个反向运动 它是一种 一种 一种意识活动 这它又花时间的 它又花时间 它又不停的把它那个 淋到一个点上的那个差异 那个眼睛的运动角的那个 试运动角的那个差异 它又把它再 在时间里面把它再体验一遍 再把它再把它一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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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给它分开来 它连续的相续关系 你解吗 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那个 你在脑子里面想象画一个三角形 你好像能看见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 其实不是你看见一个三角形 实际上是你的 它不停的 不停的这样的 你知道吗 不停的 然后不停的是 你的意识是不停的要确认他们的关系的 他们上下关系 他们的什么关系的 这好像是一个共识的 好像你把它画出来了 其实是你的意识 这个过程要花时间的 我再说一遍 这个过程你是要花时间的 这个东西和你和你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和你的那个置换 这种想象力和你的置换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要再再扯远一点 就是说 这种想象力 this kind of imagina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这个这个delusion 它和你看到幻觉 illusion是不一样的 你脑子里面想象一条线 这是个活动 你要再再复展出这条线 再真的reproduce这条线的话 它是需要 需要你的 你要去动的 你要主动的去动的 你要去动的 去维持着这条线的 但是这个机制很复杂 不是说就这么简单的 康德的妈在说 然后你产生置换 产生幻觉 看到那个东西 那就是真的看到那个东西 真的是看到那个东西 真的是 就是它的那个走的通路 就是外部感觉的通路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一个通路 它走的通路是一样的 这里面是有严重的一个分类学差异的 严重的分类学差异 然后这个想象力不能够直接就运用到这种 就是你不能够把先天直观里面 想象空间性的东西 想象一个线啊 想象一段时间 你不能这样去把这个东西说 它是它就是先现想象力 这里面用先现想象力 然后你就说这个先现想象力 它就是一种理性的观能 这种观能使得我们建构外部课题的时候 它也是调用同样的这个东西 不是的 它们完全是不一样的 绝对是不一样的 这种综合是完全不一样的 要分分清楚 一定要分分清楚 它们的机制是有极端的差异的 你不能这样搞的 这样搞的话是让人变成傻逼的 这让人变得很蠢的 这里面是有一个 哎呀 但是说我只能表明这一点 我只能要说清楚 我的义务就是我要说清楚这一点 我的义务就是我要说清楚 我没有一个 我也不指望你就是说 继续去看什么观念 还有看这个 胡塞尔写的那些自然的那些现象学啊 那些包括研究视觉啊 听觉这些东西 但是它们是有极端的差异的 你不能这样去搞啊 不能这样去搞 什么还是什么 the preceding part of time 我操 就是康德这里露线了啊 什么时间也可以 就是你之前说时间直观 只是直观共识性 只是直观相继关系 时间的直观性 只是这种东西 我承认 但是你不能给我扯的时候 什么你可以直观一段时间 这种东西 这他妈太流氓了 你知道吗 这个太下作了 这个这个对于这个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 这种这种做法太梦朗了 太太太厚颜无耻了 太厚颜无耻 啊 好的 我就这样 接下来 请你准备 他喜欢这个对于这个对于这种东西